在過二十四個表演之後 第三回合小組對決即將完結 B組立於不敗之地 而C組就沒那麼好彩 連輸兩局之後 C1組在第四輪比賽亦以大比數落後 情況不算樂觀 他們亦帶著沉重的心情 進入公佈成績的環節 二十四個表演項目全部都結束了 這時候我們先公佈在第四回合 大家的自選項目最後的得分 A1組總分是78分 在第四回合中得分最高 B1組總得分是71分 B1組在自選項目 其實他們得分在這一回合最高 至於C1組的指定項目得分28分 自選項目得分30分 總得分是58分 好,經過了四輪比賽 24個表演項目完成了 首先我們在這裡 就要感謝我們的五位評判 這輪比賽,謝謝你們 由於四輪比賽當中 C組有三輪排名都在最後 所以在這個回合的比賽 就要有10名參賽者 需要被淘汰,10名留下 在這個時間 我們會交給Eric 去決定最後的名單 稍後就要由Eric公佈了 謝謝 最終 C組連輸三局 即是代表 導師需要在組員裡 淘汰10個人 這一刻的C組 真是百感交集 我是有自責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領導C2 就做得不好 而令到 我們那一回合得很低分 玩這個節目 從來都沒有當 這是一個比賽去做 即是可能是 真的會很珍惜 跟每一個人的關係 所以 希望大家都可以 順順利利 無論留下還是走 超開心 有機會 回來《全民造星2》 我未知自己會不會 被淘汰 這裡就算任何一個 被淘汰 我也會 很不開心 很不捨不得 特別 復仇者那群 他們 很盡力 很盡力 去表演 他們 背著 我們的壓力 去做 真的不是一件意思 是 是 在整個C組裡面 最內疚的人 應該是他 因為Tank 一直以來 都擔當隊長的角色 而他 對於最後一局的慘敗 感到很自責 那首先 我想跟大家說一聲 對不起 Sorry 是 答應了我 做不到 Jeremy 是啊 Saw 叫了你來 又令你輸了 去年 去年我走的時候 又是 因為我 是 你來我們這一組 我這次不會再走 是 呃 AK 對了 去年打算跟你走到最後 對 那 打算今年也 我也不知道 還有沒有機會 這麼快 你們又回來 沒有 感覺到 對了 對了 還有Frankie 我們一起參加全民造星 對 我很羨慕你現在的成績 對 所以你現在變成我的目標 我很想追到你 對 不單止我C1 對 大家都隊友 我一定要記住 這次的比賽 絕對是給所有人成長的一課 不過在比賽制度下 淘汰是必然的事 離別再即 這一刻 作為導師的Eric 都非常心痛 考慮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 其實C組的最後名單 已經七七八八 不過就著最後的入圍名額 花姐和Eric 就有很大分歧 我覺得只剩下10個 所以一定要選這些 全面… 全面的 我覺得小魚應該留 因為他… 他是唱不到 但我覺得 如果你說是造星 他可以做一個星 他絕對有那種光芒 即是狠狠地淘汰Frankie和Tiger 你要小魚都不要Tiger 你對得我住 Eric Tiger是Mirror 你要小魚都不要Tiger 因為Eric堅持要留小魚 令Mirror成員需要被淘汰 身為他們經理人的花姐 自然帶為緊張 但是不是真的要留下Mirror 我不是說一定要留下 就是這樣比 如果你說我接下來的10個 一定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Tiger還沒去到這個位 小魚在這裡 小魚在這裡 你真的想清楚 小魚在這裡只會這樣 還有即開心 還有送禮物 你真的想清楚 我覺得他要留下 有沒有Tiger 你自己扔誰進來比賽 沒有人叫你扔誰進來比賽 你已經有這個局面了 我現在給你說了 信兩句也不行 你是一個監製的身份 我就聽你說 如果你是一個媽媽 就採你一尾吧 看來最終花姐和Eric 都得不到共識 在商討結束之後 C組將會最後一次 全組人在台上 聽取比賽結果 參加這個比賽 每一回合都必須要經歷 這一刻 是最難過的時候 C組在20個隊員之中 有10個 就能夠繼續比賽 10個要離開這個比賽 在未公佈哪些 10個離開之前 不如我們 在這組小組對決 完成之後 我們給三位導師 看看有什麼 意見 或者有什麼感受 可以告訴大家 先來A組的火 好嗎 我有些話想跟C組說 我喜歡你們 我喜歡 如果說老實話 輸了就是忌不如人 但忌不如人 在你們現在的狀態 是合理的 對吧 你們是參賽者 對不對 所以如果會離開的人 或者留下來的人 不要放棄 用你們自己的空間 繼續努力 不論是明年再見你 或者在外面 再進來讓我看見你 這是我期待的 對,所以我欣賞你們 好嗎?我向你們敬禮 Mis Chan Chan 我自己看你們的時候 我的起伏很大 但比賽就是這樣的事情 剛才火火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不想再說 在這裡我也對你們 致意我最高的 讚賞和鼓勵 謝謝你們 C組的導師Eric 還要說一些 我已經很惆悵了 我真的不覺得你們輸實力 我真的覺得是 跟評判的口味不合 我覺得輸贏也是一部分的遊戲 來的 我們這個星期走十個人 下個星期可能 又走十個人 對吧? 給別人做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走 其實 沒什麼大問題 最重要是你們 認識到那些好朋友 學到東西 那我就要選擇 十個人 第一位 可以入得 我們很厲害的C組 十兄弟 就是AK 有些是唱跳也可以的 不用一定 那些一定是流硬的 AK 這些 AK、Jerive 這些是唱跳也可以的 第二位 我覺得她有點像呂良偉 今天的 Performance 除了跳也可以 唱也可以 還有會收拾的 Hottick Hottick是可造之聲 我覺得Hottick 其實是… 比你一半的MIRROR更好 這位去年參加過 我們一定是體漏眼 因為在我C組中 我覺得她唱得非常穩 有樣子,又跳得 表弟 表弟 我覺得表弟是挺好的 我覺得她真的… 進回了很多 另外又跳得 又唱得 的 還要很年輕 我覺得她很可愛 不可以沒有了你 Marco 我Marco一定會留 就是MEDAL AVERAGE 又要跳得 又要唱得 又要有台形 真的不選MIRROR 都不行 JEREMY 她的樣子 她的聲音不錯 又可以做到偶像 其實她可以 在我對唱得的人不多 所以這位都一定要留下 Mike 謝謝 我唱得最好的是Mike 這裡 而且她的能力 是很特別的 如果你說是造星 她是可以做一個星 她絕對有那種光芒 本來想淘汰她 但是… 她少有地 又會玩樂器 又跳得又唱得 那你一定要留下 Will 謝謝 Casting 我覺得她 彈吉他 是一位最好的 如果不是最好的 剛才坐在後面看 演出的時候 這位朋友坐在我旁邊 經常在哲哲哲 說一些… 都幾… 頑皮的事 我覺得很像我 所以一定要留他 Brian 另外我應該組五個跳得很厲害 五個唱得還可以 會不會跳舞組合 即是有高度 唱跳唱跳 你真的… Brian 在我們其中一組 是很多爭拗 而這個人 是… 是… 吞了很多東西 有這個將軍的風範 去年也在我一隊 今年我也會留他 Frankie 我也想留給Frankie 能量度,能量度 能量度 能量度 因為你很多… 現在的比賽 全都是根本人量度 能量度出來 好嗎 剛才說過 要留下一定要跳得 又唱得 有人告訴我 他… 只會做這幾件事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有生命 希望每個人都看錯 只是我看對 小魚 我覺得小魚應該留 因為他… 他是唱不到 但我覺得 兩個星期後 他可能會增加到 我記得去年 最初的優勢是不行 隔了兩、三星期 就變得很好 有這個可能性嗎 我還想數下去 但現在不是10個了 你們說吧 你有甚麼想說 我接下來想說的話 可能會對Ariel老師有些不負責任 我首先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我以為我接下來 有一套即將開的戲劇 我真的不能遷就 所以… 真的對不起Ariel老師 我要選擇退賽 工作上 劇場上真的很難遷就 所以… 我真的未必… 可以… 可以… 可以很100%地投入這個比賽 因為… 接下來都是組… 組隊組的比賽 如果… 我覺得你不是… 你自己不可以100%投入的話 其實你會影響到其他隊友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退賽的原因 但是… 最大的原因 都因為是Tank 兩小時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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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站在這裡 我這個位置給了他 你讓我站在這裡 我去年已經試過了 你幫我走過去好不好 嗯? 那一刻我自己想… 是我很想要這個位置 不是,我也不會回來參加 但是這樣給我… 好像… 我自己會覺得有點不光彩 你友是你自己擁入 你應得的 我站不住在這裡 是我實力的女兒 不是 你們有實力的嗎 所以 這樣我喝得更不光彩 所以 真心 好,這次的事情我很醜 至尊有傷 但是… 我有一刻很開心 我身邊的朋友 隊友、兄弟也好 或者是這次參加 《全民造星》而認識的朋友也好 他在過一幕裡 他也… 走過來支持我 跟我說 其實你真的很想做 你才回來參加 你有機會就… 雖然這次這樣 是很不光彩 但是… 他們說我應該要… 都要抓緊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機會 我的… 我有這個舉動是… 不是因為衝動 嗯… 我跟阿廷在… 上一屆《造星1》之前 已經認識 我們是跟同一個跳舞師傅 我又… 第一天跟一個師傅的時候 我就已經叫他做阿哥 我知道他… 這次再回來玩《全民造星》 他買了很多心情 下去 而我有這個舉動是因為… 剛剛… 如果我是以MIRROR身分 進了C組 而我是幫C組拿最低分 我覺得… 我不應該留在這個位置裡 所以我才有這個舉動 讓我想想先 行不行 兩分鐘 好 太突然了 因為我又覺得 有些不太fair 對其他人 Anson Kong 突如其來的舉動 令一眾導師和製作組 都無所適從 經過短暫的討論之後 他們才再次取得共識 我其實也覺得 這個人 我是不可能會淘汰的 只不過他… 我剛才說了 就是… 一定要又跳得又唱得 有例外 小元不是很唱得 但他那種能量很厲害 我覺得我可以做到一個例外 Tack 我覺得你三個禮拜後的唱功 會看到別人的 來過來 你有那種… 你有那種意志 你有那種態度 你有那種態度 我也可以 我想… 雖然退了賽 但最後 說一句就是… 我首先要對不起我C2組的隊員 對不起 因為我沒有把我最好的東西給你們 然後… 對不起 過… 接下來的… 比賽 幫我走一距 我有不開心的是… 我沒有機會可以在這裡跟你一起表演那一次 幫我走一距 知道嗎 一定要贏 可以在這裡 那就是… 那即是現在C組 都是前十個人 就是… Anson Kwon 將會退出這個比賽 而Tack 將會補償這個位置 幾經波折 經歷完AK退賽 Tack重新補償之後 C組終於得出最後十個入圍人選 雖然亦有十位組員被淘汰 不過你們要記住 在《全民造星》止步 反而是另一端的開始 我覺得玩這個比賽真的不錯 改變了自己心態 當你很專注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會慢慢喜歡這件事 我來參加《全民造星2》 我不是純粹貪高興 貪可以上電視 我是純粹想回來 去考驗一下自己 或者讓觀眾看到正在進步的我 想看看這一年沉澱的自己 學到甚麼回來 夠了 我覺得我夠了 因為我還是玩下去 我不是在做我想做的事 我今天輸了 我也很開心 因為真心認識很多好朋友 而且我很珍惜我們這段友情 我們C組的家庭 加油,你們是最好的 C1萬歲 萬歲… 希望這次參賽的經驗 可以令你們將來走得更遠 除了被淘汰的十位各有感受之外 竟然有另一個人 滿為心事地進入了爆房 可以說話就可以了 好 可以 好 可以 隨時嗎 對 第三回合小組對決正式結束 最後五十強也正式誕生 不過原來在淘汰過程中 有個小插曲發生了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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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嗎 對 我覺得很新鮮 我在這裡第二季做主持 參與這個節目很長 我第一次進來這間房 我沒想過有一天 我需要進來這間房說話 就是 這個節目這麼久以來 都可以這麼自由 就說吧 這件事要由Anson Kong 提出退賽開始說起 在他舉手 宣布退賽之後 Eric 又未決定到 如何處理之際 原來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真的 不能繼續下去 我有些事 有些事 代我組的人說一下 不知道怎麼會 給我聽 我那組 經歷了一整個月 有一組差這麼一天 很不公平 對 我需要聽 我需要聽 為何不能讓那組 可否嘗試五個人 怎樣玩 我只是說一下 我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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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想要聽 不過我覺得 我那組 由經歷了一組 我愛你 我沒有告訴Tank 有 你有告訴他 你說是給他嗎 有兩個 有兩個 神經病 在Eric選了Tank入圍之後 花姐產生了一個想法 有兩個人頭 有兩個人頭 那你要Tiger 原來花姐仍然很在意 當初Eric沒有選擇Tiger入圍 有一個Tiger 你自己扔Merry進來比賽 沒有人叫你扔他進來比賽 你已經遇上這個局面 不是嗎 你都說了十兩句也不行 花姐想藉著這個機會 救回Tiger 讓他可以繼續留在節目中 那你能夠抱一個人嗎 等一下,讓Eric處理好 可以叫他抱Tiger嗎 我真的很迷惱,AK 謝謝 雖然沒有鏡頭拍到 但是花姐所說的這句話 全場都聽得很清楚 我給他們拍 但很好 我不知道我是 可以抱一個人上救生艇 還是什麼 我爭取到 剛剛的專注是Tiger 所以我希望救了Tiger 現在Tiger已經回到他自己的救生艇 我會問你們四個 想不想五個人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在C組選一個人 Norman,回答我 我選擇嗎 10秒鐘 OK 我選擇吧 你選擇吧 我選擇吧 選擇 其實選擇是可以 Tiger 好… 很想的 救回Tiger 嚇死我 很害怕 全球落 很害怕 好 真的嚇死我 我真的幾乎暈倒 我自己有點情緒 我覺得 這樣發生 好嗎 對節目好嗎 對任何參賽者 包括MIRROR 好嗎 現在拿回來的10個 大部分看到是MIRROR的成員 我現在在想 究竟這個比賽 是… 捧MIRROR 又捧MIRROR 還是… 甚麼方向 我真的搞不清楚 我會覺得變成了 維維維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決定 甚至連MIRROR的成員 都覺得很不妥 哇 那些東西你覺得… 搞不定 我發生什麼事 當初進來的時候 都說 其實有很大的危機 都有壓力 就是如果… 我們被淘汰了的話 其實都… 可能會… 面對很多閒言閒語 或者怎樣 但是… 如果Lawman這樣 再救了Tiger回來的話 就是會令到… 他們被人罵得更厲害 因為… 觀眾和參賽者 一定會覺得… 好像MIRROR 現在自己控制所有事情 就是… 把我們回來 其實就好像霸了一個位 這樣 就是… 又… 會被人覺得… 整個比賽很不公平 我很想大家心服口服地去看這個節目 而我們很心服口服地去玩這個節目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崗位 有不同的考慮 製作人、經理人 可能有些處理 我們是否處理得更好 譬如在一個決定之前 是否不如問問當事人的感受 或者意願呢 在這件事的處理上 不論台前幕後 包括MIRROR的成員 都將矛頭指向同一個人 真的表現得不太好 有時的身分究竟 我只不夠安靜的人的身分 我是一個警力人的身分 當時我是警力人的身分 你要小魚都不要Tiger 對得我主 Eric Tiger是MIRROR 你要小魚都不要Tiger 有兩個人頭 那你要Tiger 最後花姐冷靜下來 經過心思熟慮之後 決定撤回剛才的安排 火火就批准Lokman選人 接著Lokman選了Tiger 我們心思熟慮 公平起見 我們都決定不可以選人 因為公平 我們沒有理由又選MIRROR 決定Tiger正式被淘汰 這樣 好 謝謝 當然我心裡 的確是很想Tiger入飯 是真的 我甚至當時是有提示Lokman 你選Tiger 我死了 好可怕 原來另一方面 花姐認為MIRROR參賽 都有遇到不公平的情況 Eric哥在選人的時候 完全沒有考慮Tiger 有時候有些導師聊天 我也有點不開心 例如我會跟火火聊天 火火就說 不需要想 Fall人就淘汰MIRROR 他們也能夠出道 留給參賽者 反而在比賽中 MIRROR是被歧視的一群 即是他們覺得要淘汰MIRROR 就是被淘汰的一群 原來MIRROR不是憑實力去比賽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擁有一個機會 所以他們被淘汰 為何他們都是參賽者 為何他們不可以用實力去比賽 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擁有機會而被淘汰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不公平 我心裏,你要說我偏心好還是怎樣 我覺得Tiger最少都會跳舞 而且Tiger其實潛在有一份魅力 他最少跳舞他也好 而且今天你看到他的表現是 他很投入做,很有吸引力 我覺得如果讓我選擇 我寧願入Tiger,我未必入小魚 花姐最想的就是MIRROR 可以跟《造星II》的參賽者公平比賽 不過花姐你這麼偏心 MIRROR玩完了 你們經常說我給MIRROR作出 其實MIRROR不停在這裡吃虧 排第十二的是Alton 其實我們很慘 做得好又好像要理所當然 但其實不是跟大家實力差那麼遠 我只不過是多一年經驗 但大家對我們的期望是很高的 他們參加這個比賽好過嗎 其實他們參加這個比賽 不停地被罵 但為何我要讓他們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其實第一,我真的很想他們在學習 我想告訴別人 你們別覺得MIRROR參加這個比賽就厲害了 我也想讓姜濤學習 其實你不是最擅長的,你進來學習 而且我們還未宣布賽制 其實到了最後十強 MIRROR會抽出來放參賽者 沒有的,最後十強都是普通人 沒有MIRROR的人 難道我把姜濤去做決賽嗎 MIRROR重新參賽 的確引起了好多風波 現在的五十強背景身份各有不同 不過我們都希望大家可以從表演的角度 公平地審視他們每一位 MIRROR MIRROR